中国女篮神将规划日本后,三年四次打败中国队,退役后想再回中国中国运动员,被国外规划的问题屡见不鲜,最近让人们比较熟悉的应该就是张本志胡了,张本志和是一名乒乓球运动员,当然被规划的除了乒乓球以外还有很多其他的体育项目,比如说篮球,今天我们说的这位就是来自中国的日本篮球运动员,王岑静。 王岑静1989年出生中国天津,值得一提的是他的篮球生涯是在日本开始的,王岑静2003年选择到日本留学,2013年的时候,王岑静加入了日本国籍,改名王新潮喜。 2013年10月份,王新潮喜就代表日本女篮出场,在东亚运动会女篮首日比赛中,出生天津的王新潮喜成功的获得了国人的关注。 这场比赛中,他带领日本队大胜中国19分,同时他也成为第一个代表日本女篮出征国际大赛的中国女球员。 身高1米89的王新潮喜确实对篮球很有天赋,同时他在日本女篮中也得到了重视。 三年的时间里,王新潮喜带领日本女篮,四次击败中国女篮,而对于自己加入日本国籍的原因,王新潮喜曾说过,是被日本对篮球的热情所感动。 他还曾表示在赛场上面对国歌时,自己心里也会跟着一起唱,虽然不知道他说这番话的意义,不过他在之后的记者采访中曾表示, 在日本打球,各方面都有保障,我退役后,可以留下工作,我现在所在的球队是一家日本公司的球队,公司在中国有分公司,我可以回国。